故宫里的羽花阁至今都不开放 里边的东西是少而不易观看的 羽花阁是故宫里边最大的阁楼 位置是在春花门里面 外形是按照西藏的佛式去拟建的 故宫几十个佛堂 属他的外形最独特也最壮观 按理说这更适合做景点 可偏偏他就是数十年没有对外开放过 这其中的秘密想必只有溥仪最清楚了 他给朋友讲过 当年他在故宫里边发生的趣事 朋友们自然对这些事是充满了好奇 于是休息日的时候 溥仪与朋友买了几张门票去故宫参观 他们参观到羽花阁的时候 正巧遇到一个教授 在旅行团面前讲述羽花阁的故事 他说羽花阁三楼有个精美的坛城 因为是西市珍宝的原因 所以为了保护它的完好性 羽花阁才不对外开放 溥仪一听就说了 您说的不对 羽花阁呀不对外开放是因为三城上边的还有个四城 而四城啊有几个双身佛 因为顾虑到有爱观瞻 所以必管不对外开放的 教授感觉被博了面子 很不高兴的反驳道 你是怎么知道四楼的东西 羽花阁又不是你家的 你说有什么便有什么了吗 这下溥仪就不高兴了 他说这里呀 曾经还真是我的家 我当年娶宛容的时候就上过这第四城 说完了就拉着朋友们走了 留下一脸呆傻的教授和围观的群众们 那什么是双身佛呢